阿弥陀佛 祝福大家2011年新的一年里 平安 幸福 快乐 法谷山2011年的精神主题是 知福 幸福 在这里特别向社会大众 以及法谷山的敬仲菩萨们 祝福 知福知足 有幸福 感恩 奉献 争快乐 恩师 创办人圣言师父 所报年纪已经将近两年 社会大众都非常关心 我们这两人来的映著 非常感恩我们僧团的法师们 以及所有的父法信众 事实上大家都非常地努力 也能在农历的春节前 创办人圣言师父都会为我们的 法谷山信众以及社会大众祝福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力 精进能力 充满希望光明 而使大家都能平安 健康快乐 幸福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好的 我们怎么样地保持下去 有一些可以成长或是改善的地方或是空间 我们积极地努力地来做调整 同时也继续掌握社会的脉动 而真正的能顺势而为 意识而生 就有许多契机器 而能净化人心 净化社会的一些活动 或是红华立身的事物 我们在这个生活上 我们要感恩一切的人事物的之业 事实上我们应用我们自己 肉体这个生命 就是正报的射身 而在依报的环境里面 所面对的人事物 都是在成就我们修福修慧的资料 如果我们懂得珍惜这些的资源 那我们就会扫益知足 知足就能常乐 我们讲说平安就是福 那怎么样平安呢 一定要心安跟平安 虽然我们幸福有时候跟外在的环境有关 但最重要还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 所以如果我们凡事多的用正面的认知 逆向的思考 避免用互面的持续来看待一切 不管面对的是顺境逆境 一切又要在成就我 用智慧来处理事情 而用慈悲来关怀的人 尽而还要体谅包容人 而使我们真正可以广洁善严 从个人画面彼此互相喜福互相和乐 因为我们懂得知福知足 所以有幸福 回顾我们2010年 我们还是秉持着创办人圣言师傅所提出的理念 并掌握法谷山的共识 而真正在奉献跟付出 我们的法谷大学 这也是似练之在之 觉得应该要去培养 有慈悲有智慧的领导人才 2010年已经开始动工了 最快的话 2012年的二业春季班 我们就可以来招收研究生 那在华谷佛教学院 以及中华佛学研究所 一定在2011年的6月20号到25号 要举办一个类似奥林匹克的 国际佛教学术会议 届时将有400多位的专家 学者共同来研讨 这也是国际佛教界专家写者 对法谷山的肯定 在大普化方面的话 我们大培兴水路法会 特别开创了网路欧修 让51个国家 12万人 没办法来到法谷山园区 实际现场参与 但是在跨越时空 而能真正的 同样的在一起 无惠双修编织双云 这是建设人间净土 非常好的资料 那对于我们土化中心 圣岩书院开了福田班 认识大家非常踊跃的报名 在餐饮 我们今天还要开残雪班 让大家学习 应用在日常生活上 随时保持一份 清静安定智慧 对于大关怀这方面的话 许多的紧急救援 极难灾害的救助 以及清寒学生的奖助学金 还有几半的国际慈善救援的论坛 这个许多多的这种 位于社会大众的关怀 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关于国际宏话方面 我们的禅修中心 也到美国 墨西哥 印尼 以及瑞士 许多的国家去红化 同时我们也参加了 许多国际和平的会议 也有一些的宗教 以及文化的交流论坛 同时有许多的国际团体 来到法谷山园区里面 参与各项的活动 那上也特别的 到了北美 文革华 到了香港 感受到我们信众 一起在进化人心 进化社会的这份悲愿 我们在2010年 有天然市 诺承启用 台南 云集市的启用 还有农产市 动土典礼 台中 宝仪市 也正在积极地规划 动土典礼 这些也就是 特别在回顾 我们三大交易 简单二要地 来做分享 卖向未来 祈求我们法谷山 所有的身属示众 还是要在安稳向前 踏实践前的这样子的一个 精神里面 若实 事实上就是一种菩萨道的精神 希望大家学习到 放下个人的自我中心 处处以利益他人 而使我们放下了 许多的前世美丽味 同时要在面对 秘境的时候 还是能充满希望跟光明 不受到外在环境的激素 以健康的心态 来面对现实处理问题 那这样的话 我们随时随地就会显得说 非常的安稳 一步一步地 在精进努力往前走 那事实上讲 踏实践前 也就是我们 衡量我们的人力范围 而不断地努力 来奉献跟付出 老实诚实 切实如实地 来面对社会的现实 而衡量人力范围去做 才是务实 才是真正的踏实 在健康 圆满我们的人格 进一步也能 包括我们团体各单位 大家都静静于本论 在奉献跟付出的时候 让我们整个组织 各方面更巩固 更健康 那如此 我们自己 在这种安稳向前 踏实践前的 展现出来的这份精神的时候 我们希望更坚毅 更多的认同法谷山 敏恋 社会大众的 一起来净化人心 净化社会 让社会能更安定 更祥和 真正的知乎知足 有一个心态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尽心尽力 随人努力 多也足 少也足 没有也很知足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因果因缘观念 就是努力 但是没有得到一期的成果的时候 我们要有因缘观 暂时的放下这些烦恼 而不断的在创造因缘 培植因缘 要有这方面的这种信心和满心 我们常常讲说安平乐道 因为心里非常的平衡 安逸当下 活在当下 绝在当下的时候 就会觉得不至于造成苦 而且会觉得说 我知福珍惜这些的因缘 都在历练成就我 来修福修慧 而且来修人女的这些的契机跟之类 那当然更能用感恩的心 感恩心是终生的幸福 那如此我们就是 如同知福幸福的精神内涵 知福知足有幸福 感恩奉献正快乐 如果抱着这样的观念跟心态 你就可以感受到 人间处处有幸福 祝福大家 欧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